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10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越南新闻 我是王晓祥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在10月9日召开 这是中共二十大之前的最后一个筹备会议 就是这场会议让政变传言突然在海外热传 按以往惯例 七中全会一般要开四天 前两届全会 包括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 和十八届七中全会 官媒都是在会议结束之后先发通告 但这次不同 在九号下午 也就是七中全会刚开了半天 新华社就发表一份简单报道 更奇怪的是 在三大官媒中 只有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报道 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都没有跟进 时评人江深哲一直坚持集下理想 并是时不点名 力创老领导 评论区部分网民 认为他有江泽民派系吹鼓手的嫌疑 在最新的节目中 江深哲说 新华社在七中全会召开期间 就对外发表会议新闻完全违背中共的规矩 时评人周晓辉在大纪元发问说 就在七中全会召开的9日当日 中共军部刊登一篇文章 提为用万全准备应对万一 文章直至没有提习近平 在引用中共党灰与鹿的时候 先用邓小平的话 再用毛泽东的话 似乎传递支持邓的讯号 周晓辉注意到 军部在释放这些疏远杂的讯号的同时 也依然在罕登吹捧杂的文章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军方内部撑杂派和反杂派在角力 因此释放矛盾信息 而是军方选择官网 两种信息都允许以防万一 周晓辉说 无论哪个原因 都显示中共高层博弈 没有最终落地 而且到了关键时刻 对于中共内部局势 北京之春荣余总编胡平 在接受法广采访时 分析说 他认为习近平连任没有问题 在独裁制度下 领袖就算没什么人支持 仍然可以坐得住 斯大林晚年 毛泽东晚年都是例子 只要把反对的人都孤立起来 不让他们串联就行 胡平说 我们看中共历史 哪一个重大事件是党代会决定的 没有 捉四人帮 根本没有开会 华国锋被逼辞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了一个规模较小的会 所以在开二十大一个会之前 应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不好不会开会 二十大之后有可能出事 二十大本身一定是最没看透的 但胡平同时认为 高层内斗确实激烈 因为习近平得罪太多人 他的权力非常脆弱 胡平说 习近平要搞个人独裁 就意味着首先必须压制他周围的人 所以最不满意习近平的肯定是他周围的人 包括红二代、太子党 因此习近平上终身执政 坐运江山非常难 他稍微不注意 或者下面有人做事很魯莽 想得不够周到 突然出事 这个也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所以习近平很紧张 到哪里都戒鼻心炎 就连去香港都不敢过夜 10月9日 通过网络传出两段影片 在北京天安门前长安街上 上千个、上千个军警排成人场 在广场设置警界线 一片肅杀气象 网友议论说 开个会?和做贼那样? 窗干纸里面出连饮? 另一段影片应该是在十一期间录制 拍摄的人说 10米一个警察 10米一个警察 人都不准走 单车也不准走 电单车一轮不准走 我们开着的车在摇摆 天安门前边一个人都没有 所有在动的人都是警察 天安门广场里面 一点灯光都没有 真是奇怪了 从上的影片看到 中共确实表现出如臨大敌的紧张 这个恐怕不单是为了防范百姓造反 中共政府最早公开报过 武汉肺炎疫情是在2019年12月31日 但也有数据显示 中共早在向全球通报疫情的几个月之前 就已经开始限制医疗防护用品的出口 并从各国大举进口防护用品 英国《每日电讯报》10月8日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资深卫生顾问麦金 和食品保护与防御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霍夫曼 相信病毒并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 例子华南海鲜市场 他们翻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稿资料赴发言 在2019年8月至9月期间 美国从中国入口的 个人防护装备的数量下跌约50% 追溯前三年数据并进行对比后 麦金和霍夫曼认为 这不是正常起伏 霍夫曼也联系美国联所医院 HCA医疗保健 他们经营约200家医院 和2000家诊所 霍夫曼得知 在19年9月底 曾出现手术三同外科用 福丐根延迟交货 而且当时延迟交货的数量达到空前规模 前国务院官员 华府智库哈德信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阿赦子 除了限制出口 中国还从美国、澳洲、欧洲大量采购个人防护用品 导致全美国地医院都出现口罩、手套、手術衫、护目镜等用品的短缺 每天电信报 还引述一名消息人士指 生态健康联盟的科学家证实 疫情不可能起源于武汉市场 这位消息人士基于安全理由不愿意透露性命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双十国庆这日将会发表演说 今年的主题是 在后续任期要以打造人性国家作为目标 更要比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 居自由时报报道 总统蔡英文在演讲里面 首先多谢国人共同努力 撑过疫情艰辛过程 亦提及面对疫情的世界秩序 台湾经济、安全、民主都受到挑战 有鑑于此 蔡英文谈道 在后续任期不单要站稳四个建设立场 更要强化四大人性 以打造更强人的国家作为目标 包含持续打造更精实的经济产业 社会安全网、民主自由体制及国防战力 最后蔡英文延续2020年胜选演讲中 曾提及的留下一个更好的国家 台湾的经济、安全、民主都牵动世界局势的发展 不单要延续去年所说的 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 更要比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 近来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截止败退 尤其克里米亚大桥在普京生日第二天被炸毁 更令俄国当局颜面无存 俄国政府高层对军方高层出现强烈不满 国防部长邵伊古可能被当成待罪羔羊 甚至遭到隔职处分 但英国《惠报》透露 邵伊古早就希望脱离当前乱局 如果是这样会很开心 据报道 车神共和国总统卡迪罗夫和容兵组织 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利格津等 最近拼命评击邵伊古 俄国任命的赫尔松副州长斯特雷穆索夫 甚至表示邵伊古应该自尽 一名俄罗斯前国防官员告诉韦布 根据我对邵伊古的认识 我确实相信如果现在被炒鱿鱼 他会很开心 因为他想脱离这场乱局 这位前官员还说 邵伊古反对普京兼并 烏克兰东部和烏克兰南部四个州 但他仍对普京忠誠 不过这名官员也指出 普京会让不同的派系对立竞争 因此最后会有人成为受害者 而普京只会看对他个人及对乌克兰战争来说 怎样做能有最好的结果 一名消防员发布一段影片 是他在一间小孩的房间内 自转一圈拍下的场景 以亮白色为主题的房间内 不但没有任何朝黑的痕迹 傢尸表面完全看不到尘埃 房门外面虽然有朝黑的痕迹 但大致缘好 不过当这名消防员的镜头 转向房间外面的时候 就完全不同了 只能看到地板上一片狼藉 走廊被昏导朝黑 客厅天花板还被烧出个大洞 消防员说 山上房门可以阻挡氧气 有助于压止大火 房门还能充当屏障 避免房中的人吸入烟霧 这段短短15秒的影片一经发布 就很快吸引超过900万人观看 很多网友都非常惊讶 三不三门的差别 有网友表示自己以前就因为三门才保住了一命 好了 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多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